死士有一个觉醒的技能可以瞬间秒杀周围的敌人 结束之后呢还会增强我们的所有技能 哦朋友们好我是水然啊 那么我回来了 今天的话继续给大家带来我们的网易免费模组 拔子剑死士 距离我们上次发中国版模组的时候呢 已经是好几个星期之前的事了 点赞量呢也是依然达到了1000 那么我们本期视频的目标哎 依然是1000啊 点赞更多更新越快哟 视频制作不易 希望大家可以看到最后哟 好我们废话就不多说了 直接来看一下模组吧 我们这个模组里面呢 新增了一把拔刀剑哎就是我们的小剑剑 小剑剑拔刀剑呢也可以在生存模式下制作的 它的技能也是非常的炫苦 这么棒的一个模组哎 我们TS工作室免费送 当我们使用这个拔刀剑之后呢 我们的样子就会变成我们的小剑剑了 并且的话这个奔跑还是比较可爱的 下面就来给他看一下我们的技能特效 每一个技能包括是普攻都会带有一个红色的撕裂特效 非常的炫苦 打击感呢也是非常的棒 会有一个屏幕抖动的一个效果 还有我们的死士是打不死的 也是被还原了出来的 我们的生存模式下拿到了这个拔刀剑之后呢 除非被秒杀啊 其他的方法根本就杀不死我们 同时呢我们的拔刀剑也是可以用连击的 连击的话特效会更加的炫苦 说了这么多的俯工 哎我们再来看一下技能吧 它的第一个技能呢就是我们的手里剑 手里剑呢可以丢出五枚对前方的击人造成大量的伤害 特别适合用来打那种群体的怪物 就比如说我们金边一百天啊 到了后期的话僵尸非常的多 加上了我们这个死士之后呢 可以瞬间秒杀他们 而且的话僵尸也是打不死我们的 开启了觉醒功能之后呢 我们的手里剑有五枚变成十枚 然后的话伤害更加的高 第二个技能丢TNT 炸弹狂人可以向前方丢出三枚TNT 可以对敌人造成爆炸伤害 技能觉醒之后呢可以丢出双倍的TNT 有很多小伴相信都已经等不及了 想看这个觉醒功能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开启觉醒之后呢 我们先会释放一个大招 这个大招的话非常的帅气 会对周围的敌人进行一个秒杀 技能结束之后呢 我们的所有的技能都得到了相应的增强 首先呢TNT从三个变成了六个 更大范围的爆炸 手里剑从五枚变成了十枚 可以对更大范围的敌人造成伤害 觉醒之后呢 我们的刀上也会出现一个红色的特效 不仅增强了技能 连我们的普攻也被增强了 普攻的话现在可以发射剑气 剑气接触的地方都会发生一个爆炸 那么好 这就是我们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了 喜欢小伦的视频呢 不要忘记关注点赞评论 点赞更多 更新越快哟 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 大家拜拜